这是每头小日本猪都不敢尝试去看的一部电影 1940年初 整整40万头小日本都被苏联老大哥成功俘获 在这里 只要有人得了洞窗 他就会被丢进焚化炉直接烧死 而如果有人不幸得了流感 那就会直接丢下悬崖 因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 这群小鬼子每天都要在冰天雪地里 扛着巨大的木头 每人每天都要搬运50棵树 如果没人能够完成 那么等待他的 就会是一场残酷的暴行 但都让人喜悦的是 为了让小日本的精神也饱受折磨 苏联老大哥 还将小日本的国旗 丢在了这群战俘面前 并要求他们去踩住自己的国旗 面对如此侮辱 一名日军长官再也无法忍受 他直接叫嚣地说道 根据国际战争法 必须要对俘虏进行优待 不然狗天皇肯定不会饶过他们 紧接着 这名小日本 就大胆地拿起国旗 开始高喊着狗天皇万岁 然而下一秒 就这样 这个小鬼子三两下就被砸晕 而站在一旁的其余小日本 心里也万分忐忑 因为就在几天前 小日本还在叫嚣着 要把苏联老大哥直接打爬 甚至为了早点攻击 还特意加班加点修建了一座小桥 可万万没想到 没等他们前去进攻 苏联老大哥就开着坦克 就他们修好的桥上直接杀了 看到这一幕 每一个小日本都愣住 他们简直不敢想象 苏联竟然如此强大 就这样 老大哥的坦克瞬间开炮 一瞬间 无数的小鬼子 就全部葬身火海之中 情况万分危急 小日本长官立马下令 让所有的队员开着卡车 去和苏军的坦克进行撞击 可显然小日本 是低估了坦克的威力 随着老大哥坦克的不断开炮 小鬼子立马下的转身就跑 但不料 日军长官却彻底疯狂 他不断射击着逃跑的士兵 命令着他们前去攻击 然而下一秒 他的脸上就充满了惊恐 因为就在眼前 几十辆的苏军坦克 轻易批批地再次袭来 看见这一幕 小鬼子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他疯狂地高喊着 妈妈我要回家 可下一秒 一发炮弹就静置对向了他 就这样 等他再次醒来后 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俘虏 而且更让人兴奋的是 这群为非作歹的小鬼子 马上就要被送到 远在北欧的西伯利亚战俘营 而那里也被称为小日本的地狱 这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体检 一排排小日本纷纷举起双手 只要发现有人得了冻疮 他的下场就是被拖进焚烧炉 直接烧死 因为这些小日本 每天不仅要做18个小时的工作 而且每天也只有一顿饭吃 所以一旦发现有人生病 那么就会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 将他们进行最后的功能发热 就这样 在苏联老大哥的操作下 一批接一批的小日本 都被挨个送进了焚烧炉 但更让这些小鬼子绝望的是 不仅他们的身体遭受痛苦 就连精神也要饱受折磨 因为苏联老大哥 为了让这些小鬼子彻底洗清罪孽 便特意为他们编了一首诗歌 就这样 小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彻底成了狗屁 他们也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绝望 可就在这天 遭受了长期压迫的小鬼 终于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他们便发起造反 和监管他们的监工打在一起 但很快 听到动静的苏联老大哥 就持枪打过来 而这群造反的小鬼子 自然也受到了苏军的最高待遇 紧接着 下一批小鬼子就被拉上刑场 可就在这时 不料一个苏联军官却突然阻止 难道是要救这群小日本猪吗 原来是由于苏军的前线吃紧 现在急缺大量兵力 于是为了节省资源 苏军便要把这些战俘收编 给他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而且本着自愿的原则 如果有人不愿意 还会亲自把他们送回老家 就这样 在苏军的一番操作下 所有小鬼子都急忙穿好军服 纷纷踏上了前线作战 然而说的是去打仗 其实就是让这些小鬼子去当炮灰 因为由于不相信这些小日本 他们几十个小日本 才能分到一把最破的步枪 于是 一场虐杀也即将上了 很快 在苏军的不断逼迫下 小鬼子就全部登上了战场 与此同时 敌方的德军看到后 立马就拿起冒火加特林 对着小鬼子不断射击 并且德军还开出坦克 对着小日本就是一番狂风乱炸 一瞬间 无数的小鬼子 直接就被打成筛子 看见这一幕 剩下的人全部吓得往后就跑 可万万没想到 身后苏联老大哥 却和对面的德军一样 竟直接拿着机关枪 对着逃跑的小鬼子就不断射击 看着眼前的一幕 所有的日本人都已经绝望 而小日本的军官也突然意识到 这不就是和自己之前的行为一模一样吗 此时此刻 他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做天道友轮回苍天饶过谁 就这样 在苏军和德军的前后夹击下 最终 经过两个小时的大战 一整个战场上 全部都是小日本的残骸 他们也终于得到了英勇的暴雨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据统计 当时被押送在西伯利亚的日军战谱 有将近60多万 然而在战争结束后 最后仅仅只剩下了不到40万